你又偷着进来 被师姐们发现 又要把你丢出去了 放心 我早就摸清你们 巡业的规律了 他们在半个时辰之内 是不会经过这里的 就算师姐不会发现 师父也会发现的 你师父这时候 估计正忙着 查阅阵法典籍 别控管我这个小人物的 刚才看你望着月亮出神 是在想什么 我知道 又想家了是吗 仙霞派就是我的家 也许别人看不出 但是我能懂 因为 来得这么快 小清 你快回去 神掌门也出来赏月啊 仙霞派 仙霞派应已聚你入位 已屡次犯金 我将你关起来也无可厚非 别啊 神掌门 但此时可不做计较 我也正要寻你 你想要的东西 来 来 来 小华 小华 秀无啊 秀无 到后殿来一下 你 刚才清书 已经把书库里的东西 都搬出来了 都翻一翻 说不定还能再寻到 几只仙兽的踪迹 先兽至锦巴爷 生前是江宁府蜀族的首领 提倡和平共处 是非常杰出的领导者 皮帽是黄金色的 身上经常背着各式奇珍异宝 故去后 因放心不下众多子民 魂魄一直停留在人界 画成蜀经 传闻其为女娲后人收服 伴随其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诏神之术 神族不远瞎见 怎还会有诏神之术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 将此等细说之物 放在门派藏书阁内 我看看 这的确是诏神之术 什么 上古之时 人族供奉神族 可得神族必有 按书卷所言 只需念出诏神咒 即可召唤神明幻影 其威力 虽远不及神明亲临 但在人界 应也十分可观了 只需念出诏神咒 这么简单就可以召唤神明幻影 非影 神尊赐予我等的神爵术为秘书 在此之上 若想试展赵神术 就须知晓神明尊号 尊号极为特别 神族甚少告知他人 而绝地天通之后 之后 神族不再离开神界 所以 他们的尊号 应已甚少在人界流传了 说起来 神界有位 骁勇善战的神将 我记得他的尊号是 这里确实记载了 一个神明的尊号 不过 我已经有了一位神族师弟 这赵神咒试用不上了 继续寻找仙兽志吧 好 师姐 祝福 仙兽至火侯王 火侯一族的王者 居住于玲珑福地的圣兽 昔日受蜀山掌门李逍遥之托 于容颜洞窟 看守女娲一族的神器 天蛇杖 数年后 族内突遭来历不明的路妖袭击 火侯一族 被守护天蛇杖几乎全灭 火侯王 亦被重伤 十月十七 雷玉玲终于孵化出来了 她小小的 毛茸茸的 好可爱啊 我给她起名叫巧琳 巧琳 巧琳 她也喜欢这个名字 师姐 这个似乎是你写的日志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爷爷 这都是些琐事 怎么能同御灵手机放到一起 你是未来的掌门 掌门手机 当然要放到书库里了 师弟 快给我 师姐现在每日写的东西 就是掌门手机吗 算 也不算 掌门手机 大多记载了玉玲修行的情况 爷爷没有玉玲 这件事就落在了我身上 每日写完巧琳的事 我会再写点日记 时日长了也习惯了 你写字的时候 很用心 修道者需心态平和 若是恼了怒了 就将这些全部写在纸上 心情也能平静下来 老徒子 我现在可平静不下来 翻了一天 也没看到什么有用的 名书门的资料太多 今日没什么售获也正常 先休息吧 有人在敲门 这个时候 会是什么人呢 请问是月轻书月姑娘吗 我派掌门有钥匙相伤 请月姑娘并上神 一步天师门一许 既是孟章掌门相邀 我们这便出发 我派掌门 掌门在神园塔拱号二位 神园塔 难道可以见到小秋吗 早知道我就带些小点心来了 师姐很喜欢那个孩子 这么懂事乖巧的孩子 却只能被困在高塔中 等天莫中的凶手之国操作 或许我可以报警神尊 师弟 你说什么 没事 赵泽好像好忙啊 上神 岳姑娘 梦庄掌门 上神 此番请您前来 是神尊有神域亲传 请随我去神员堂 岳姐姐 小秋 最近好吗 不好 在这里待着 只能远远都看孙子 太闷了 神域只对修无上神传达 请岳姑娘随我 一步别处休息 好 听闻岳姑娘已获得冰仙兽 实在可喜可贺 明术门 明术门相扶仙灵兽之法 果然世间一绝 您过欲 若不是有您提供仙兽制 晚辈也无从得知其所在 且有休无相助 才能侥幸成功 岳姑娘福气不浅 尚神和神子都与姑娘交好 只是 毕竟人神身份悬殊 尊卑有别 这点还请岳姑娘牢记 多谢掌门提醒 这个班旨 不知神尊有何指示 天魔众尚无异动 神尊同意我先协助仙盟 剿灭凶兽 如此甚好 恰逢仙侠派传来消息 在峨眉山附近 出现了凶兽的踪迹 但尚未发现他藏身之地 既出现凶兽 我即刻动身 上神可还需要其他助力 不必 请不吝点赞 难怪在鲁龙军营地中 却觉得那枚班纸眼熟 孟章和那个阵法 难道有什么关联 师弟 师弟 你先回房间 我有事同爷爷说 那我们一起过去 我 要单独同爷爷谈谈 你先回房间 你放心 我们就在大殿 离你不远 哦 确定没有看错 嗯 没看错 黄皮子就是黄皮子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爷爷 说正事 哦 哦 哦 那你是如何想的 我想 起码告知情媚 她在查阵法的事 若是知道同梦章有关 也能有个调查方向 白姑娘是个实在人 你告诉她 她会保密的 那 是不是也同真人说一下 不妥 眼下拿不出十足的证据来 查实后再说也不迟 这件事 除了你我和白姑娘 暂时不要再与其他人说 休无也是一样 我明白您的顾虑 师弟毕竟是 敖虚神尊的下属 若论关系 同天室门更为尽兴 但 怪孙女 我们不是防着休无 是防着那个梦章 在这样的人经面前 你师弟 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我明白了爷爷 那我和休无 这就去仙下派 一路小心哪 谁 黄皮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不像好话 你听到了 方才听掌门 大声喊了那句话 黄皮子 是说天师门 都是陈年旧事了 名书门同天师门 差不多同时开山创派 两派的祖师爷 也曾十分意气相投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令两派视同水火 总而言之 爷爷十分讨厌天师门 但是我并没有这种芥笛 先祖门的事 同现在没有关系 做完饭后 就该享受食物了 师姐 这个春饼 不可以拆开吃吗 我是没什么意见 只是 很少有人这么做 小师妹 现在在门派内哦 师姐 师姐 花乌崖以前 见过真人 多谢两位特地前来 仙霞派弟子日前在附近巡视时 发现凶兽华流 藏身在花乌崖深处 花乌崖位于附近的青烟村 几年前被华流焚毁后 已成废墟 如今妖物盘踞 此行颇为凶险 仙霞派 会全力协助两位 不需要 真人 他的意思是 去剿灭凶兽的成员 在京不在多 他有把握 既然如此 那让莫晴随你们去 他对青烟村比较熟悉 是 真人 事不宜迟 我们先行告辞了 一切小心 花乌崖位于陈 刘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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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方才没有提到 刘晗军营阵法之事 是还无头绪吗 嗯 不知能否 不光在下这个忙 仙霞派对于各种阵法 颇有研究 按说经铺应有记载才是 啊 小晴 我等你好久了 你们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青岩村 阿游 你要跟着我们去吗 要的要的要的 月姑娘 那个青岩村 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那儿我比小琴更熟 这次我带路 好吧 这下怎么又能一起上路了 干吗这么身份 月姑娘是小琴的好朋友 你又是月姑娘师弟 冲着我和小琴的关系 你就是我亲兄弟啊 是吧 修兄弟 修兄弟 我桑友想做的事 可没有做不到 今天 作为兄弟的证明 就让我们亲热的高尖搭背吧 秦闷 我发现了一个线索 不知是否有帮助 我们在鲁龙军营地 见到的那个黑袍人 很可能是天使门的梦张掌门 什么 所以 那个阵法 天使门会是一条重要线索 嗯 明白了 等回来后 我把天使门的相关记录都翻出来 月姐姐刚才见到师父的时候 为什么没说这个 你是不是在想 我刚才为何没说这件事 嗯 梦张毕竟是先盟盟主 若真有证据能证明他是黑袍人 再告诉真人也不迟 嗯 我明白了 如果真的是他 我立刻告知师父 好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碰不到你 别闹了 出发吧 看那儿 我之前就是住在那间屋子里的 这里花费之后 我和村民都搬到维梅山脚下 那里有仙霞派护山法阵保护 小晴 你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相遇时 是因为有凶兽闯进村子了 当然记得 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要不是靠你的引谷 拖到师父师姐们及时赶到 我们都要葬身于此了 阿游原来也曾是一名少年英雄 嗯 神掌门也是这么说的 那为何仙霞派对你射禁令 这个吗 后来神掌门和仙霞派的师姐们 对我有一些误啊 啊 去 可能是 我越长得越帅气 掌门和仙霞派的师姐师妹们看到我 会 会怎样 开玩笑呢 不要当真 哦 好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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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裡 唉 可惜了 當初我還沒踏實住幾天呢 就被凶獸給毀了 倒是很少聽你提起以前啊 阿游他以前啊 和現在不一樣 以前他總板著臉 剛看到他的時候 我還有些害怕呢 啊 有嗎 哎呀 我那時候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不凶一點 被欺負了怎麼辦 我記得 這裡應該有一個 這倒要灌 挺大的吧 帶著不太方便 我離開的時候就放這兒了 不過幸好沒帶走 比起我隨身帶的 用它做解毒藥更快 做解毒藥 前面就是迷幻花海了 那裡有大片迷花 迷花的毒性雖然不傷人性命 只會讓人渾身無力 但那種狀態下 要是遇到花海裡的金怪就糟了 我以前常在這裡采藥 對這一代非常熟悉 知道有一種草藥可以抵禦花毒 以前這裡每到黃昏時分 村民們燒火做飯 吹煙鳥鳥 我猜 這可能就是青岩村之名的由來吧 師姐們 還會定期來村裡給大家一枕 真懷念那個時候啊 好 我来带你 赶小人心了 你们不熟悉地形 也不认识药草 小狐兄弟 你留在这儿 照顾两个女孩子 好 别躲啊 碧海归原 别躲啊 小狐兄弟 你经营换了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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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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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